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这类账号在新图的报价不高 原因之一是粉丝量较少 此外 由于宠物主人很少出镜 账号带货品类也受到一定限制 比如怀特喵先生最近带货的非宠物周边 是主人也用吃播的形式带一款早餐卖片出镜 但这不代表他们活得不好 仔细研究这些宠物的账号 吃播账号的商品橱窗 疼于发现在镜头前吃吃吃的宠物背后 几乎人均一个淘宝店 不少店铺已是五年老店 这些镜头前的猫咪们 是主人科学喂养的最佳证明 因香色编幕格林在抖音仅有40万粉丝 账号主人早在2012年就在淘宝开店 是入局很早的资深卖家 抖音粉丝超过200万的旺财和妮可的两脚兽 开店时间最晚 却仅用半年时间就成长为一皇冠店铺 充分显示抖音货客的潜力 其余淘宝店铺多在2014-2016年开张 新抖数据显示 安静的布丁妹妹为自家一款冰丝店 带来50万抖音访客量月销近1000单 怀克喵同款生骨肉抖音访客量达到35万 月销超过2300单 这些吃播账号在蒙宠类属于腰尾部 在粉丝影响力上不如头部账号 却实实在在能为自家宠物周边店带来流量和销量 先有成熟的商业模式 再用宠物内容作为流量的钩子 账号主人们从不烦恼如何变现 牛排 三文鱼 面包蟹 波士顿龙虾背后 猫猫狗狗们用只扛起一个个淘宝店 你还会觉得他们吃的贵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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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